中年男子走到店门口一弯腰把酸菜整坛拿走 店家停好车回来一看发现不见 赶快掉跃监视器才知道是被人偷了气的报警处理 被偷店家是新北市新庄区一间串菜餐厅 而被偷的正是店里独门酸菜 一坛酸菜价值3000元大约十几公斤重 店家表示可以制作100锅以上的酸菜鱼 独门烟漬手法本来就快供不应求 如今整坛被偷至少影响半个月的生意 当时只是为了卸货暂时把酸菜放在店门口 听好车回来整坛不见怀疑是有心人士锁定犯案 气得报警警方扩大调跃监视器锁定一名65岁黄姓男子 通知到案说明后他声称以为是没人要才会拿走 证据完毕警方将他一切到罪移送正办